他才知道说我要在哪里打标记 所以这里下呢 必须要建一个所谓的内部类别 这个内部类别的名称叫做Mark Overlay 所以这地方比较难的 这有点像是我们前面用过那个Gallery Gallery那个像那个艺栏嘛 不是向左向右波 然后我们不是有Extend那个Base Adapter 那个Base Adapter实际上 我们不是有在用一个继承这个Base Adapter 那这个继承他的这个Base Adapter 实际上也是一个内部类别 那里面的话要做实做哪些事情 这边的话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你会发现这边呢 需要给他一个清单 要这个item要add 总共要需要给他三个项目的东西 把它放到里面 并且再产生我们要的清单 OK 那另外呢 这个大概跟各位先开个头 另外第二个就是呢 利用Map里面有一个类别 叫做My Location Overlay 这个My Location Overlay的话 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My Location 就是我现在的位置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的一个图层 也就是说利用它 其实我也可以找到我现在的位置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 我们在这个地方按下Menu的时候 这边有我的位置 对不对 那实际上我把它点下去的话 它就会移到我现在的位置上面去 不过你会发现如果现在点下去的话 会产生什么错误呢 点下去 你会发现会跳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有位置 那所以我把它强制关闭之后 再进到里面来 然后呢 Marker再进来一次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让它正确显示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比如说玉山国家 我现在内部没有一个 那我要怎么传一个 因为它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位置 那我可以从GPS里面取得讯息 可是目前如果GPS是关闭的状态的话 那我可以透过DDMS DDMS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一个你点的这个模拟器 它会出现有一个叫Emulator的Control 这边就会出现有一个什么 LocationControls 如果我今天给它一个 精度跟纬度 其实在纬度 上面是精度 下面是纬度 如果把它send过去给它之后的话 那MyLocation就会接收到了 如果我现在 再重新怎么样呢 给它一个Menu 我的位置的话 它就会读取我刚刚send过去的位置 我们来试试看 点下去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就会移动到 这个位置 刚刚给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就是那个 就是劳工活动中心的位置 所以它就会接收到 那如果说我现在换一个位置好了 这个换一个 比如说换到三重好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 那特别注意 给它的不能够是GEOPoint 而是要是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独特